傷口了 就是 因為很辛苦 然後就是 就是高中時期 就是也有經歷不好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去刺情 就是提醒自己可以 希望自己勇敢一點 有看過嗎 沒有 你們來囉嗦啦 好酷喔 真的喔 這真的有那種 過年回鄉下的那種感覺 對啊 我也是想看到的 對啊 我們家是別墅耶 也能到別墅嗎 怎麼可能啊 這是妳的房間嗎 對 很厲害吧 很厲害 我跟妳講 這個這邊的門 是我爸爸鋸開的 什麼意思 因為它是一片木板 它其實是隔著的 因為那邊是我弟的房間 然後因為我這邊 其實有一個門在這裡 但因為這邊的門 就是很容易會有蚊蟲跑進來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門封住 然後我爸爸就 為了打通一個房間 他就把這邊鋸掉 然後自己做一個門 所以外面是你弟弟的房間嗎 我弟跟我阿嬤以前睡在那裡 對 然後要經過他的房間 查到你的房間 對 他的房間在最裡面 對 可能我過年回來的時候 因為爸爸跟弟弟都回來 所以我也只能睡這一間 你還睡一會兒 對 所以我爸爸會幫我親一下啦 對 他會先幫我親一下 我外面客廳掛了一個那個牌 那個扁額 我看到嗎 這是我沒法移籍的扁額耶 你們知道考沒法移籍有多難嗎 那你成績這樣也很好 那你會按摩頭嗎 會 我按摩頭超舒服的 我隨便按一下 真的假的啦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好好喔 我羨慕喔 就是 就是你知道嗎 要按 按了就會知道 我是真的會按摩的人 真的 所以你們有教這個喔 我們會 就是你去做美髮的時候 他會教你怎麼按 因為你每一個客人 你都要按 可是現在台北可能很少會按 對 現在很少 現在都不按 對啊 好舒服喔 然後就是 然後開始塗力 因為我們 就是我們洗頭髮也會有按摩 然後就是你看這樣 隨便按都很爽 等一下誰會洗頭 我有好不好 那你跟阿嬤的感情好 應該很好吧 我跟阿嬤就是 就是 就離 就是我出社會之後 感情有變得比較好 所以你在嫁的時候 也沒有很好嗎 就 因為他太重男情侶了 因為你知道就是 老一輩的人觀念就是 就是比較重男情一點 那你有曾經會討厭阿嬤嗎 有啊 我以前很討厭 就是讀書的時候 還沒有到很成熟的時候 就覺得 就是 就我心裡就會覺得很委屈 以前就是念書的時候 就還 可是現在因為長大了 然後就是 因為我在外面 就是也有賺到錢 然後因為現在都是 我在寄錢回來給阿嬤 所以 所以我阿嬤可能就是會有一種 他有一種心態就是 我會覺得比較熟 他可能覺得說 就是我出去賺了錢 然後回來 就是有養他什麼的 他可能就是 就沒那麼重男情侶 他覺得你有成就這樣 對 我覺得你阿嬤還是 滿驕傲你的 因為他剛剛跟我們分享說 跟他說 他小時候兩歲的時候 就是在教你唱歌 對 然後 你跟他說長大要去當歌手 然後現在真的當了 他很開心 現在達成了 我還是覺得 剛剛都聽到你都很感動耶 很感動 因為我阿嬤就從小就照顧 因為我兩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離婚了 對 他從兩歲開始 對 然後我就開始都給我阿嬤顧 然後就算是 就是 都是他在照顧我們的 雖然說就是 所以他其實算是 你的媽媽的角色嗎 對 有那個感覺 對 尤其是我母親節都會 就是還是會包包給他這樣 所以他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嗯 現在的我會想要跟 十八十九歲的我說些什麼嗎 應該是就是會 告訴自己不要害怕吧 想哭了 就是 就是 因為很辛苦 然後就是 就是高中時期 就是也有經歷不好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去刺情 就是提醒自己可以 希望自己勇敢一點 然後就是 我會希望告訴自己 就是不要害怕 就是勇敢 就往前走就對了 在這個場上 我會想要 做哪個 就是 感谢观看